大家好 我是石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砍电影当中 砍的是江文的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江文用了非常诙谐 纯北京胡同的风格 在用荒诞的手法 隐喻着或者说寓意着 今天中国社会的变更 跟老佛爷说要变革把变子搅了 然后一高兴 大雪天从这个紫禁城一出来 喝了一坛酒 两坛的酒 酒喝多了 一睡醒便得被人捡了 被别人捡了 里面他的隐喻就是 一出紫禁城漫天的大雪 天要变 何人能阻挡 更何况你还喝了两坛的酒 这就是江文在影片中非常地道的 北京城紫禁城长大之后的人的风格 你要想找涛哥砍电影 只要在YouTube上打进涛哥砍电影 或者在我的石头TV的边上有连接点 你就可以看到涛哥砍电影了